他们看到那边会挺伤心的嘛 就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给我造成伤害了吧 但是我真的不怪他们 黄灵精福建人女22岁 本科学历大肆带读 河北金融学院商务英语专业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金融学院商务英语本科的应届毕业生黄灵精 我喜欢英语,在我初中的时候 我就是我身边的外国朋友的导游和导购 后来我就想把我的兴趣变成我的专业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选择了商务英语这个专业 四年的学习呢,是我具备了一定的商务素养 也可以有流利的表达英语的能力 今天在这里我想寻找一份商务英语相关的英语外貌的工作 谢谢大家 这是什么穿搭啊 就是正式中带着一点休闲 这是休闲中带着一点正式吧 就是这种混搭是不是现在特别流行 对,很流行 她是一个看起来特别可爱的一个女孩 看看哪语言作为这个基本的一个门槛 还能不能够在其他的方面能够有些突破和成长 都干过一些什么工作吗 大一的时候是北京新东方一年班亚斯教育部的助教工作 后来的话,因为我是校女排的 主公手 所以 你是女排的 对 你们那网友我高 比我高多啊 你能蹦多高 摸高很低 但是包包球技巧很好 指哪打哪 然后我还做过国际 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协商大会的台上的交替交替传译 最近呢得到了一份中国以色列商会的实习生的这样一个 也是翻译 我是项目经理 啥项目啊 他们今年要就五个方面拓展市场 然后给了我一个项目 让我去收集里面的就是相关客户的材料这样子 你打工打的还挺多的 而且你的打工的工作都挺高大上的 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去想象的时候是跟实际上差别很大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实习和经历存在的原因 我现在要通过实习经历来把我这些原来想象的东西变成一些实际的东西 家庭成员怎么只有父亲 我父母是李毅了 所以你跟父亲过 也不是 我其实两边都不是很跟的 就是鼓鼓带着我 聊到家庭的时候 我就想想给我爸爸妈妈一个惊喜的 我爸爸从我上初中高中开始就不断地跟我说 以后上非你莫属吧 我觉得我爸爸打开电视看到我的时候 他会有多开心 其实我有一点我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说 就是你父母这个事 就你的观点这个事 我觉得还挺点赞的 他是支持父母离婚的 这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很难做的角色 就需要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这样思考 他们离婚的时候你多大 就是小学的时候吧 那么小你就支持他们 那个时候当然是不支持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你长大就会明白了 两个人在一起不单单是不要给他们那么多的束缚吗 所以你后来就支持他们分手了 对 后悔这样的决定吗 不后悔 不后悔 对这有什么可后悔了 那你会不会对你的感情生活会有影响 没事 他们看到那边会挺伤心的吧 就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给我造成伤害了吧 但是我真的不怪他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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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